好 謝謝主席是不是請陳部長 陳部長請 江委員好 部長好 辛苦 9月4號的這個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肢議會 的會議記錄終於在星期一 我想各委員辦公室也都拿到 所以部長有了解當天整個開會的過程嗎 有 因為事後他們有跟我報告 那部長你有看過這個會議記錄 各個專家學者的發言嗎 有 我有看過 有仔細看過 有看過 可能有瞄過 所以部長你知道我看了以後我非常驚訝 原來那天在訂定安全容許量的 專家學者會議裡面 各個專家學者絕大部分 對於不管是當時你們委託陳大的研究報告 非常多的質疑以外 同時他們對於要怎麼訂定相關安全容許量 也有很具體的建議 部長 特別也提到第一個我在這邊先跟部長說 因為你剛提到你沒有仔細看過 因為裡面就有很多學者講到 事實上對於坐月子的婦女 還有懷孕的婦女 對他們影響很大 部長我知道你前面回答 都說你們的風險評估 推估以後可以涵蓋包括 年長者 孩童 孕婦 心血管疾病患者 對不對 你們就算退萬不言 你們認為你們推估出來 對他們是沒有影響 但是專家學者所提到的 孕婦還有坐月子的婦女 他們說重點不是說對於婦女 本身而言 對他們的本身的本體來講 即便你們推估是安全 但是真正受影響的是誰 胎兒還有嬰幼兒 為什麼 因為很多學者提到 哺乳的婦女 她可能透過乳汁傳到嬰幼兒 懷孕的 他說會透過胎盤傳到胎兒 這個裡面學者我念一句 他說一個坐月子的婦女實用 即使她沒有超過成人的ADI 但是在哺乳的時候 有可能像很多農藥或重金屬 可穿過胎盤或乳腺 也許對母體本身不要緊 但可能會造成嬰兒的傷害 部長 好 另外 也有學者講到 我講的重點不在婦女本身 也就是對於母體本身的可能影響 而是胎兒或嬰兒 然後也有學者說 除非有資料 能夠證實這個東西不會穿過胎盤 不會通過乳腺 如果有這數字 當然拿出來 但反過來說 其他國家 歐美 或其他國家 沒有補胎 即坐月子的文化 所以他們不會特別去考慮 孕婦 以及瘦乳母親 要承擔多少額外的風險 我只是舉幾個學者 還有其他學者 也提出同樣的疑慮 所以部長 學者有提出疑慮 我看那個報告裡面 那個李教授有做一些的解釋 就像這個乳 乳汁裡面 因為這個 萊克多巴胺是水溶性的 不是紫溶性的 所以相對從乳汁出來的不多 那從這胎盤裡面 也穿恩透力也不足 他有這樣的解釋 李俊昌教授也在這一則之議會裡面 這裡面 有非常多的學者 看完以後你就會發現 許多學者對於李俊昌教授 他的說法 以及他做出的研究報告 不只提出質疑 而是不信任 光是剛那一點 變成是 李俊昌教授 他自己認為沒有問題 因為他的了解 不會透過胎盤乳汁 但是有多數的學者認為 這沒有實證 除非你拿出數據研究報告出來 所以他們認為是有疑慮 然後呢 部長 他們建議 最後會議的建議 對於肝腎的殘留容許量 希望食藥署以調降為方向 部長 今天你腎臟的容許量調降了 變嚴格了 但是肝 最後卻沒有調降 為什麼 因為我們把內臟 因為他是做月子的時候的風險 他們認為稍微高了一點 所以就要把內臟往下調 那我算起來 就是說在這個把0.09降成0.04 他的風險從0.89降到0.6 那我們這樣是符合我們的要求 那將來在肝腎我們在檢驗的時候 一併的標準一樣 那檢驗的效率會比較高 所以在符合安全又可以讓查驗的效率變高 所以我們就決定把肾 從0.09降到跟肝一樣0.04 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部長因為今天前面你也是這樣答詢 你認為內臟是一體來看 但是專家學者不是這樣說 部長 他們認為肝跟肾是個別都要調降 有學者說肝及肾的殘留量同時各減半 還有說肝臟因為要代謝 所以殘留的比較久 還有學者說我認為肝臟的容許量也應該要減半 所以他們不是一體來看 部長你都是認為說內臟就是一樣 但是第一個Codex當時的標準 肝跟肾他們的標準就不一樣 所以學者專家大部分都認為同時都要調降 為什麼你只調降肾不調降肝 為什麼不尊重專家學者的建議 就是從這個飲食的習慣來看 那肝腎在坐月子是一體的 部長大部分人反而是吃豬肝比較多 所以你反而只調降肾不調降肝 所以沒有關係 因為今天會議紀錄很清楚 所以一直不解為什麼你們不尊重 或不聽從專家學者的建議 那我想時間到明天再繼續請教部長 我希望說還有很多問題必須要很清楚的說明 否則民眾還是有很大的疑慮 尤其在會議紀錄出來之後 其實看了真的是讓人了解到 其實這些專家學者會議 事實上他們有站出來講話 講出他們專業的意見 否則我們還真以為這些專家學者 只是來背書而已 但事實上不是 他們很多具體的建議 這真的是一個實質的討論 對 所以部長 今天早上好像有委員有統計過 16個專家學者裡面 有10位都是反對 而且強烈質疑 所以部長回去仔細看 仔細了解 我也希望說這份報告 能夠公開讓民眾了解 因為你已經去識別化了 讓大家知道這些專家學者 事實上他沒有講出真話 好 謝謝 跟委員報告說 我們確實也不想說隱瞞任何的事情 所以委員跟我要求說要出來 我除了識別化之外 我們把資料還是很完整的來 對 如果可以 我希望說能夠讓民眾也知道 這些專家學者 他們的專業意見是什麼 真的他們絕大部分 是有很強烈的質疑 如果在座的官員 其他部會 你們去了解 你就知道 為什麼今天 七成的民眾 有這麼大的疑慮 更不用說專家學者 都有強烈的質疑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我們講萬安 趙偉 對 感谢观看